专程永远是最大的必杀技 薛真仙的第一百场演唱会在舞台上直接换装 普通的白色飞行夹克 里面是五彩格子衬衣 没有精美的服装和搞怪的道具 它只是为了还原之前阴生病 签向那场演唱会 李冰冰说演员是最辛苦最残酷的职业 我认为全世界最残酷的职业就是拍戏 怎么讲 真的我觉得太累了 这次拍戏我简直是 我都困得你都想哭 但她在95年就凭一个广告 赚到26万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拍了一个比较牛的广告 赚了特别多钱 一个广告大叔赚了26万 95年 95年的26万是什么概念 那个年百五毛钱可以买一斤鸡蛋 七毛钱可以买一斤大米 两块钱可以买一斤猪肉 神科节目中呼吸演员的艰辛 有固定的工作时间12个小时 但这12个小时里面 因为演主角嘛 也就意味着你到了现场 你就基本不能离开镜头前 你要不停地站着 说话 对词 背词 这是很辛苦 而白雨翻弹到演员辛苦的话题时 所以演员来说 不要去就是过度地去渲染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演员已经比大多数人的收入会高一些 你有这么多收入 你就应该吃到这么多 我觉得是相对 这一枚一个卖惨的明星 都熟记以下内容 艺人真的不要再废话 你没有那么辛苦 艺人拍戏辛苦吗 所以我帮你把光打好了 气氛不好 你出来 也许一场戏五分钟会有 你可以 求求能于多一些这样亲戚的人吧 工作人员 要花多少时间程序弄了好 你站四十分钟 他就要站两个小时 艺人真的是很不辛苦的 艺人 路边在望老陆的工作人员都更辛苦 节目中大姐说自己家路老 怕哥哥们嫌有泥埋态实 我们本来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就带着是泥巴味 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融通了 我外婆就住在 种钱 种菜 都融通了 他们在那个不真实的圈子里太真实了 刘宇宁面对狗仔爆料自己结婚生子立马直播回应 我刘宇宁曾经结过婚 当然也离婚了 没有孩子 今天以后明星辟谣按这个模板来 可以黑我 但是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未成年人的照片给我放到网上去 我觉得这件事做的挺不是人的 做的挺不是人的 面对传闻第一次这么快 这么坦荡的回应真的好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